第二百二十九集 我爹怕师父有危险 提出异曲过去 师父说呢 你不能跟我一起过去 打尸药不是别的东西 你手里拿着羊炮和我一起过去 要是一时走火或者一时紧张 打错了 棺材里的小娃娃 可就没有命了 还是我自己过去 你们放心 我有七星伏魔剑 那狮妖已时伤不了我 我听到这里就说 师父 我的手里没有羊炮 只有鹅梅刺 我和您一起过去 也好有个照应 师父点点头说 嗯 不愧是我的徒弟 走 咱们爷俩一起过去 我们往前走了几步 师父小声地说 小冬啊 你要记住 一会儿如果我不是狮妖的对手 被狮妖杀死了 你一定不要和狮妖打斗 一定要转头就跑 想办法 想办法 带着大家跑出冷水洞 我听到这里 赶紧地说 师父 您 您不会有事的 我们一定能杀死狮妖 师父继续小声地说 有些事不是师父能控制 如果我都不是狮妖对手的话 你们就没有必要做无谓的牺牲 你记住我的话 一定要出去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少 我摇摇头还想说什么 但师父的态度坚决 让我点头答应 我只好点头了 这时我们离棺材越来越近了 我一下子紧张了 那棺材敞着口 像是一张痴人大嘴 是要就藏在那张大嘴里 随时准备把我们吞噬 师父手里拿着宝剑 对我说 徒儿护伐 我请祖师爷下凡 师父说完之后 手中舞动着宝剑 嘴里念念有词道 把师宝道 塞活佛 文元老祖 法术多 龙虎山前巍巍作 七星宝剑 斩妖魔 弟子金晴 五雷速将 积极如履令 赤 说完之后 师父一扔手里的拐杖 然后身子跳起来 举着宝剑 朝棺材里刺去 看师父的身形 真如同祖师爷下凡 那气势一点都不像师父本人 当师父的宝剑要落下时 忽然身子一偏 宝剑刺向相反的方向了 身子急速地坠下来 接着身子一歪 碰的一声 砸在了棺材上 一口血就从口中吐出来了 我大喊一声 师父 赶紧跑过去扶师父 其他人看到这种情况都赶紧地围过来 快速把师父先拉到一边 问师父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尸妖害的 师父捂着胸口说 不是尸妖害的 尸妖没有在棺材里 我怕伤了那个小娃娃的性命 才见走偏锋 没有刺下去 我一听 师妖没有在棺材里 就赶紧拿出手电筒 回身看那红棺材 我的手电筒照到棺材里 只见棺材里铺着红棉 红棉上绣着金花 在红锦上 没有师妖的影子 只有鬼娃娃躺在那里 我用手电照着鬼娃娃 那鬼娃娃紧闭双眼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仔细地看了看鬼娃娃 只见鬼娃娃此时脸色苍白 身子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如同死了一样 我看到这里 心中忽然有一种悲伤的感觉 鬼娃娃虽然害死过人 那不过是被师妖所控制 才害的人呢 其实所作所为 与这个刚出生的小娃娃 无关 现在鬼娃娃死了 孤零零地躺在了棺材里 让人看得鼻子发酸 我不敢长时间地 看着棺材里的鬼娃娃 因为那个可怕的 狮妖不见了 它随时都有可能 再次出现 我们必须找到尸妖 然后除掉它 师父的伤没有大碍 吐的那口血 是因为咬破了舌尖 他坐了一会儿 就让我把铁拐拿过来 然后拄着铁拐站了起来 师父站起来后 让我们赶快找尸妖的踪迹 我们把周围都找遍了 还是没有发现尸妖的影子 这时我忽然想到 尸妖会不会躲到洞顶上去了 我想到这里 就赶紧地抬头 用手电照洞顶 这个洞顶是天然形成的 有点坑挖不平 我用手电仔细地寻找着 尸妖的影子 就在这时 我忽然看见 在一个挖坑处 有一对发着红光的灯泡 当我把手电光 对准那对灯泡 只见在手电筒的照射下 出现了尸妖的脸 尸妖正伏在洞顶的石头挖坑里 正看着我 我看到这里 大声地叫道 那尸妖 就在挖坑的顶上 我说完之后 我爹就举起了洋炮 对着上面的尸妖 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 轰的一声洋炮响 一个火球夹着铁沙子 呼啸地朝着尸妖扑过去 虽然尸妖快 可她快不过火药啊 只听啊的一声惨叫 就见尸妖从洞顶上 一下子跌落下来 这一回 尸妖被打中 我们趁着尸妖从洞顶落下来了 赶紧地奔过去 想要尸妖的性命 等我们过去之后 一下子愣住了 只见地上没有尸妖 只是一块红色的布 我们又中了尸妖的诡计 尸妖借着那块红布 又引顿了身形 我们正在那里商议着 怎么找尸妖的时候 忽然我们背后 传来了咯咯咯的冷笑声 尸妖出现在我们的背后 尸妖不知什么时候 出现在了我们身后 一点预兆都没有 普通的僵尸 无论是行尸 还是僵尸 他们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喝血和私药 活的人和动物 而尸妖有智慧 是一个脱离了 低级趣味的妖 它并不像别的尸妖 扑过来尸妖 而像是猫系老鼠一样 慢慢地折磨我 尸妖的厉害 即使是那个长毛僵尸 也难忘其想背 都说神仙眼怕一溜烟 枪弹的速度极快 可尸妖却能轻易躲过 我们的枪没有伤及尸妖丝毫 尸妖在我们背后咯咯咯冷笑 我们听见声音之后 感觉头皮都炸开 赶紧转过头去 尸妖就站在我们的背后 他站立的样子和人一样 并不像僵尸那样僵直 麻子大爷看到尸妖站在那里 举起鬼头刀说 尸妖休要张狂 吃我一鬼头刀 说完之后 举刀就砍向尸妖 只见麻子大爷把刀举过头顶 来了一个利劈划山 直接朝尸妖的胳膊和脖子中间砍去 这一刀下去 那斜肩带背的朝脑袋砍下来 我非常佩服麻子大爷 这么大年纪了 还能使出大招呢 刀锋下落 快如闪电 如果是人的话 绝对可以砍下脑袋 顺便劈成两半 可那个是尸妖 只见尸妖伸出一只胳膊 本以为尸妖是躺臂挡车 没想到 尸妖一下子架住了麻子大爷的刀 呛的一声 鬼头刀像是砍在了石头上 尸妖用手臂 声声地挡住了麻子大爷的鬼头刀 麻子大爷不由地一愣 想重新举起鬼头刀 再给尸妖来一下子 可这时 尸妖冷冷地说了一句 不自量力 找死 接着 眼睛里红光一闪 手臂一挥 麻子大爷的身子 如同断线的风筝 直接飞了出去 就这一下子 可见尸妖的力气没边 麻子大爷摔倒在地 背不着地 他捂着胸口咳嗽了几声 然后起了几下子 都没有起来 我爹看到这里啊 大喊一声 高热的诗妖 敢伤我二哥 我和你拼了